紧凑级以下的车型几乎不配侧滑门 这是多年来国产MPV被诟病最多的一个地方 此前比亚迪推出过一款面向于网约车市场的车型 比亚迪的第一 却独具创意地使用了左侧平开门右侧侧滑门的设计 但这台车此前并不面向于普通的用户 最近这辆车的标准版终于上市了 普通人也可以买了 这台车的尺寸不大 长度仅有4390毫米 但是轴距有2米8 所以还是挺适合一些有需求的家庭用户 目前这台车只有一个车型 完全没有选择的焦虑 同时也没有选择的余地 当然它15.78万的价格确实是不算便宜 第一 如果作为家用车 它的颜值谈不上好 只能说一般 跟比亚迪现在的很多车型是没有办法比的 但是买这台车的人 看中的其实都是它的功能 尤其是右侧配备的侧滑门是特别的实用 第一的车内氛围显得很干净 中控台是横平竖直的 比较清爽 也没有什么多余的装饰 那缺点就是液晶仪表的尺寸太小 第一的座椅只有5座 因为轴距够长 所以第二排的空间和普通的5座的SUV相比的话 那真的已经算得上是非常的宽敞 尤其是腿部空间 第一的动力是纯电的 电机最大的功率是100千瓦 扭矩是180牛米 53.6千瓦时的电池 CLTC的续航是418公里 最高时速是130公里 30%到80% 快充只要35分钟 这台车面向的用户实际上还是一个比较小众的市场 毕竟大部分的家庭可能都不会为了一个侧华门 去花接近16万买一台尺寸不算太大的5座的MPV